最后关注贵金属方面 昨天日内所公布的一系列美国的一些经济数据仍然是继续向好 也是进一步加强了市场对于美联储12月将会升息的预期 美元指数也是上涨触及到7个月以来的新高 距离这个100点的大关仅有一步之遥 那美黄金呢也是没有能够延续周一的这个企稳回暖的态势 昨天继续下探到了1084美元 那么在这个整体的强势美元的格局之下呢 金价人将持续受到压制 那预计人将向下试探来 向下来试探1077美元这个三个月的低点 那当前美黄金是报在1089.5美元每盎司